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色 白色 牙绿色和均绿色 那这样勾起来颜色非常鲜艳好看 它的勾法比较简单 比较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 我们的黄色 主色一共勾了五圈 全部都是长针 第六圈白色是短针 第七圈牙绿色也是短针 第八圈均绿色还是短针 那最后一圈呢 有个小变化 勾的是呢 狗牙针 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需要哪些工具 2.5mm的勾针 一把剪刀 几个呢 记号扣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 那今天呢 我们勾一款这个大红色的 好 那这个西瓜杯垫呢 我们采用的是缓起的方法 好 我们这样 先在左手的十字上 绕一圈 好 左手勾好线 勾针呢 伸进这个大洞里 好 那么第一圈呢 我们要勾14个长针 那勾之前呢 我们要先勾三个辫子针 当做起力针 2.3.长针的起力针呢 是应该算一针的 所以我们还要勾13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大家来看一下 勾针闹线一圈 带过前面两个辫子 再带过后面两个辫子 一个呢 绕线一圈 勾出线 三个线圈 带过前面两个 再带过后面两个 两个长针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啊 在这个第一个长针这里呢 我们要用记号扣 记上 这是我们刚才的起力针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长针 那待会呢 我们就在这里引拔 两个长针呢 加上起力针呢 三个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好 我们再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好 十四个长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捏住这个线头 把它抽紧 那抽到中间的没有没有没有动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要引拔结束第一圈 那就在刚才我们记记号扣的位置 也就是第一个长针处 就引拔 好 引拔针 勾出线 直接带过后面的线圈 好 这样呢 我们就 勾好了第一圈 好 第二圈呢 我们要开始加针 每一个长针里面呢 我们都要加一个长针 也就是一共二十八个长针 好 先立三个辫子 好 我们呢 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加针了 我们在立起立针的这个针目里 大家看到吗 在这里 加针 好 我们记上记号扣 第一个长针处 好 我们还是在这一针里 还要勾一个长针 好 这就是一个加针了 那我们像这样勾呢 一共要加十四次 好 两次了 好 两次了 四 五 五 好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呢 每个长针里面加一针 勾到后面呢 我们再来看该怎么勾 好 我们这里呢 已经勾到后面了 好 我们数下现在加了多少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 我们还剩下一组 那最后的一组加针我们加在哪里呢 那一开始呢 我们不是立了一个起立针吗 起立针后面呢 有一个小辫子 那我们最后的一个加针呢 就加在这一针里面 好 那么这个加针跟起立针呢 加起立针就也是一个加针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还是十四组 好 接下来我们引拔在记号扣的位置 引拔结束第二圈 好 接下来我们勾第三圈 那么第三圈呢 同样还要加针 它的加针方法呢 是隔一针加一针 也就是先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一个加针 好 我们看 立三个辫子 好 我们先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那这个正常的长针呢 我们同样勾在 这个这个 说错了哈 我们这个起立针的应该算是一针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要开始加针 在起立针的这一针里面加针 好 这就是了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加针 那这样呢 就是一针 那像这样呢 我们要勾14针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加针 好 这样呢 就是第二针 好 这样呢 是第二针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 这是第三针 这是第三组 一 二 三 好 那大家呢 就像这样勾 勾到这里呢 我们再来说该怎么勾 好 我们已经勾到后面了 还剩下两针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 好 我们可以数下 看是不是1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好 那 我们同样在 第一个长针的对应的辫子针里 引拔 那新手朋友呢 要记得记记号扣 我刚才呢 又忘记了 好 这就是第三圈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同样还要加针 我们第一圈呢 起的是14个长针 第二圈呢 加针 一共是28个长针 第三圈又加了14针 也就是一共42个长针 第四圈呢 我们还要加针 第四圈的加针方法呢 是 隔两针加一针 那么一共呢 就是56个长针 好 我们的第四圈呢 一共呢 是56个长针 好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 当作起的针 我们第四圈呢 隔两针加一针 这已经是一针了 再勾一针 好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 对应的辫子针里面 做上记号 好 两个长针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加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都两个长针 好 这样呢 就是一组了 一个正常长针 两个正常长针 加针 这是第二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正常长针 两个正常长针 加针 一组 第二组 好 那大家呢 就像这样呢 一共呢 要勾完14组 勾到后面呢 我们再看 怎么引拔结束 好 我们这里呢 已经勾到最后了 还剩下最后一组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两个正常的长针 再一个加针 好 这样呢 我们的14组呢 就够完了 大家呢 可以自己呢 数一下 看是不是 好 最后我们来引拔 同样呢 在 记号扣的位置 引拔结束 好 这是呢 第四圈 接下来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还要加针 第五圈呢 是隔三针加一针 好 隔三针加一针 这已经是一针了 第二个长针呢 我们还是勾在 引拔针对应的这个变针 两个长针了 三个长针 好 那这就是三个长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加针了 好 这就是一组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 加针 好 这就是第二组 好 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呢 把这一圈勾完 勾到后面呢 我们再来看怎么引拔结束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勾到最后了 还剩下一组 一 两个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加针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第五圈呢 就已经勾完了 那么第六圈呢 我们开始呢 就要换线了 换成白色的线 好 我们看怎么换线 好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再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 好 我们把白色的线 用左手 完好线 勾针 穿过 刚才记号扣的位置 好 我们把白色线 勾出来 直接脱过后面的线圈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换线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圈呢 拉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开始勾 第六圈 第六圈呢 我们同样要加针 那么第六圈的勾法呢 和加针方法呢 稍微有所不同 第六圈白色的线呢 它勾的是短针 全部都是短针 那么加针的规律呢 是隔四针加一针 那么隔四针加一针呢 它有一个错开加针的方法 好 大家看怎么够 好 我们把这个红色线 一起放到 把这个红色和白色的线 好 一起放过来 尝一下 好 我们勾短针呢 要先立一个辫子 当做起立针 好 先在立起立针的地方 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好 勾完两个短针之后 我们开始加针 加针 加针 所以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还要勾一个短针 好 加完针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我们把后面线头藏一下 四 四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又要加针 因为我们第六圈的规律呢 是隔四针加一针 好 加针 好 大家看 它是这样的 也就是呢 我们 这里面呢 是隔四针加一针 那这里呢 勾了两针加一针 那么还有两个短针勾在哪呢 勾在这边 那这样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错开加针的方法 好 大家再看一次 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红色的线头剪断 弄到一起 好 四个短针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接下来又要加针了 加针 好 这样呢 就开始了 第三个加针 一 二 三 那么后面呢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 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四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直往后勾 勾到最后一组呢 我们再来看 该怎么勾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勾到后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完成了几次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 完成了十三次 还差一次了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好 那我们又要加针了 好 十四次加针完了 那么我们刚开始勾的第一次加针呢 这里不是只勾到两个短针吗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把另外两个短针呢 把它补起来 好 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勾在哪里呢 就勾 好 我们看 还有一个短针勾在哪里呢 勾在引拔针这里 好 大家看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后面呢 有个小辫子是我们的起立针 那么起立针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引拔针带出来的 这一针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短针呢 就勾在这一针里面 好 大家注意不要穿错了 我们不要穿过这个大洞 我们是穿过两个辫子 看到吗 穿过两个辫子 好 大家再看一次 我们是穿过两个辫子 好 那 这是呢 第六圈 好 那么第七圈呢 我们又要换线呢 换成牙绿色 好 我们把牙绿色的线拿出来 好 我们看怎么换线 跟刚才呢 方法是一样的 好 先左手带好线 勾针呢 穿过第一个短针 那新手朋友呢 要记得在这里记上记号扣 好 直接脱过后面线圈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换线成功 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线 后面线呢 拉短一点 好 一起 把它藏起来 好 现在我们开始第七圈了 第七圈呢 还是短针 那么它的加针规律呢 是隔五针加一针 好 我们先立一个起立针 在立起立针的地方 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好 我们记得记记号扣 我老师会忘记 好 两个短针了 那勾的时候呢 我们把后面线头长一下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五个短针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加针 好 还要在这个针目里面 再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次了 一二三四五 五个短针一个加针 好 大家再看一次 一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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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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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 那么又要加针了 加针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两次了 好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规律呢 完成后面的 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 五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共加几次呢 加十四次 大家呢就这样勾 勾到后面了 我们再看怎么换线 好 大家就这样勾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勾到后面了 还剩下最后一组 一个短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加针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后面的这个 起立针的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勾了 好 那这样呢 第七 这个 第七圈呢 就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要换成均绿色的线呢 勾第八圈 好 同样的换线方法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 我们勾针穿过记号扣的位置 把记号扣 取下来 好 拨过后面线圈 我们把这个线头拉紧 好 一起来把它藏在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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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第八圈 第八圈仍然是短针 它的加针规律是隔六针加一针 它跟刚才我们第六圈是一样的 也是要采用错开加针的方法 大家看怎么够 首先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在立起立针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好三个短针勾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记得记记号扣 第一个短针的地方 好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加针了 还是在这个 针目里面 加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常的勾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好 我们后面线头呢 可以把它剪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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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有四个 五 六 好 加针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 六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加针 好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六个短针 一个加针 六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直呢 把这一圈勾完 勾到后面呢 我们看最后这里呢 怎么去把它勾完 好 大家先勾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勾到最后了 超爹 两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下 打断 heel 拨 加针 好 那这样呢我们14次加针就完成了 那么刚开始的第一次加针呢 我们这里是只够了三个短针 那么另外三个短针呢 我们就把它够在后面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引拔 好 那这样呢第八圈呢我们就够完了 第九圈呢我们还是军绿色 那么它要够一圈呢 这个狗牙针 好我们看狗牙针怎么够 首先我们立一个辫子 在立起立针的地方 我们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好 我们勾了三个短针之后 勾三个辫子 好 三个辫子勾完了之后呢 大家注意看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勾 我们呢 马上呢是把针针 升进第三个 一二三 第三个辫子后面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短针里面 第三个短针 一半的辫子 再穿过这里面来勾 好大家再看一次 这是我们的三个短针 针针 针针从第三个短针 一半的这个辫子里面穿过 再穿过这里面来勾引拔针 从这里 再穿过这里面 好 直接拖出来 勾引拔针 那这里呢不是很好勾 好 勾好引拔针之后 继续 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好 三个短针之后 我们又是第三个辫子 一 二 三 好 接下来要勾引拔针 大家再看一次 勾在哪里 一 二 三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短针 对应上面的辫子 我们呢 只穿过 一半的辫子 再穿过 这里面来勾 好 好 直接勾引拔针 带过来 又是三个短针 又是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好 大家再看一次 一 二 三 三个短针之后 直接带出线 钩 钩 引拔针 再来一次 从这里面穿 从这里面穿 穿过 这就是钩牙针 好 我们再 三个短针 好 又是三个短针 又是引拔针 从第三个短针 一半的辫子里穿过 再穿到这里面 好 我们是这样来引拔的 好 接下来又是三个短针 那大家呢就按照这种方法 三个短针 一个狗牙针 三个短针 一个狗牙针 一个狗牙针呢 是由三个辫子针 和一个引拔针 来组成的 好 大家就按照这种方法来勾 一直呢 把这一圈勾完 最后呢 我们来看怎么结束 好 大家先勾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勾到最后了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一个辫子 两个辫子 三个辫子 引拔针 好 还有一个短针 把它勾起来 好 那我们还是在第一个短针处 引拔 直接拖过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断线了 整个主体呢 就勾完了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这线头抄起来 好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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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线头藏一下 多余的线头我们可以把它剪断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藏一下 这里可以用勾针 也可以用大眼的缝合针 多抄一下 好那整个包生的整个杯垫的主体呢 我们就勾完了 大家回家可以用这个烫朵把它烫一下 或者放在什么重物下来压一下 好最后呢我们就插这个黑色的西瓜纸了 我们取出黑色的线 取出一段 那用钢针呢把它这样穿好 好下面我们就要缝西瓜纸 那我们这西瓜纸呢是从后面开始缝 好大家来看呢 我们外面这一圈的西瓜纸呢是把它缝在 12345第四圈和第五圈长针中间 那么第二圈的西瓜纸里面这一圈呢是缝在 1234第三圈和第四圈长针中间 我们是这样缝的是从后面 大家看是这样的 好我们拿出这个 这是第五圈第四圈 我们在这里呢 随便找个点 把它穿进去 穿的时候呢 回过看一下 这里黑色线呢 不会太明显就可以了 好把它穿过来 大家注意缝的时候呢 这一针和这一针的对应好啊 我们不能这样缝到这里 或者是这里 那这样呢就会斜了 好缝到这里 好这样就可以了 继续把它藏起来 看一下 我们大概呢 是隔 隔了几个 1234 我们是隔了四个长针 好大家可以数下 我们隔四个长针 1234 对应的一条线下来 然后呢 又继续藏 好大家注意呢 我们刚才呢 我们刚才呢是隔四个长针呢 来穿一次 那么这里说的隔四个长针呢 是指第五圈 12345 隔四个 1234 1234 那么这个加针呢 我们是算一个 那么如果大家呢 待会呢 从下面穿 从下面穿的时候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隔的是 也就是你穿到第四圈 1234 穿到第四圈的时候 我们隔的是呢 三个 123 123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要隔三个 123 那么就是从这里穿出来 好 所以大家这点呢 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第五圈 算了 就是隔四个 1234 好 那么第四圈算了 123 隔三个 所以接下来穿到这里 好 继续长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从第四圈这里穿了 那么第四圈呢 我们说了隔三个 123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这里穿出来 第五圈呢 隔四个 1234 所以我们穿到这 好 再长线 那大家呢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 我们呢 要把第一圈的 这个西瓜纸呢 这个西瓜纸呢 要把它 缝好 好 隔四个 1234 下面呢 隔三个 123 好 然后呢 又是长线 后面呢 后面呢 又长线 到前面呢 又开始缝西瓜纸 就是这样 那大家既然 按照这种方法呢 把第一圈的西瓜纸呢 把它缝好 啊 我们到后面再看 第二圈该怎么缝 好 大家看呢 我已经 缝到后面了 还差一个西瓜纸 好 隔四帧 1234 好 下面呢 隔三针 123 好 那到这呢 我们的第一圈就结束了 好 大家看 这里最后一针 跟第一针中间 刚好也是 1234 123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要缝第二圈西瓜纸 第二圈西瓜纸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缝在第一二三四 第三圈和第四圈中间 那么第三圈和第四圈中间 我们怎么缝呢 我们这里呢 这个呢 都缝错了 好 我们看这边 上面呢 隔1233针 那下面呢 也是隔123 123 123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这个加针呢 就算一针了 好 隔三针 我们具体看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不用断线 直接 把它穿过来 我们呢 第二圈跟第一圈呢 是采用这种错开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里呢 穿在中间 大家看 123 如果这个加针算起来的话 1234 所以对应我们要穿到这里 再对应上去 好 我们是这样的 好 然后呢 又继续长线 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又是把它穿在123 穿在这个加针中间这里 穿过来 下面 123 也是穿在这个加针中 好 又长线 好 大家再看一次 好 我们要隔三针 123 在这个加针中间 穿出来 好 上面呢 也是 在加针的中间 好 大家看 这样呢 就它就有一个 错开加针的 呃 错开这样 呃 这个这个 缝这个西瓜纸的 这样一个 感觉出来 好 好 大家再看一次 我们长线 这个长线呢 不要长得太远了 大家自己呢 大家自己呢 凭感觉呢 差不多 三 三个长针 就差不多了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又是从这里 出来 好 到哪里 穿进去呢 下面的加针 大家看到吗 所以我们第二圈的西瓜纸 它的规律呢 是这样的 第三圈 中间隔三针 一二三 那么这个加针呢 是要把它分开的 第四圈呢 中间隔的是四针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么刚好呢 就是在 每一个 上一圈的 每一个加针 这个地方 来穿 第三圈 也刚好是在加针的 这个地方穿 好 那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一直呢 把第二圈 的西瓜纸呢 把它缝好 到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 怎么结束 好 大家先勾 先把它缝起来 好 大家看呢 我已经缝到最后了 还差呢 这里一个西瓜纸了 好 这样呢 就缝完了 那最后 我们在后面 藏下线头 我们在后面 这样就可以 把线剪断 好 那就是这样 那么有一点呢 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大家在缝西瓜子的时候呢 其实呢 不一定要是隔三针还是四针 那么不管你隔几针 不管你缝几个西瓜子 那么有两点呢是不变的 第一就是 每个西瓜子之间 它的间隔的帧数呢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第一圈还是第二圈 它的间隔的帧数呢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像这样多缝一些西瓜子 也可以隔得多一些 少缝一些西瓜子 第二点不变的呢 就是呢 两圈西瓜子我们用的是这种 错开的方式 这种错开方式 错开方式来勾的 那这样的感觉呢 这种立体感呢 要更强一些 更好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集所学的 这个西瓜杯垫 这种东西 好吗 这种东西